就什么玩意儿 谁关心点 立为多大个事儿 就出了小圈子 自娱自乐 过不了一周 大家都把这事给忘了 北京时间2023年3月7日晚上11点 我的朋友圈赵丽又在齐沙特转发最新一届的普利茲克奖得主 各大街头自媒体也都守着这个时间点 转发官方的通稿 或者缝合一些类似切腿GPT写的文案 我其实好几年都没有关心过普利茲克奖 我比较诚实 我文化少 从G7新那一届之后 到戴卫齐普菲尔德之间的 在他们得奖之前 我其实一个都不认识 G7新之前的很多届 我其实基本也不认识 包括中国的王树得奖之前 我也没听说过 当那个时候我还在练大一 确实对活在世界上的大师 才了解的比较少 从我2011年上大学 知道普利茲克奖之后 在公布的获奖名单之前 我就认识了 我诚实的说 只有易东风雄 G7新和今年的戴卫齐普菲尔德 包括最近几年的好几位 他们得了普利茲克奖之后 我诚实的说 我还是不认识他们 我大概看了一下官方通稿对他们的介绍 然后就再也没有兴趣了 就我个人认为 最近很多年的普利茲克奖 对于建筑学科的推动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不是说这些人配不上普利茲克奖 而是按照他们的评论标准 配得上普利茲克奖的人太多了 于是评委就从里面选择最政治正确的几个 我个人觉得普利茲克奖越来越变得像一个人道主义奖 然后隔三差五的补发一个终身成就奖 说的更直白点 普利茲克奖现在就是一个人道主义奖加人情世故奖 其实系数一下2010年之前的普利茲克奖明显的正常多了 S.A.N.A. 祖姆托 鲁维尔 罗杰斯 汤姆梅恩 扎哈 库哈斯 赫尔佐格 福斯特 皮亚洛 随便哪一个说出来都是亚俗共赏的 既有世界范围的声望 有享誉全球的作品 对建筑学科的本身也是有推动作用的 说实话我对普利茲克奖每年都没啥期待 到时今年颁给戴卫 齐普菲尔德 我觉得好像又终于像那么回事了 至于普利茲克奖为什么越来越乏味无聊 跟西方整体的政治正确的社会文化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关心奥斯卡金奖每年颁给了两部电影 反正我一点也不关心了 反正我觉得好看的电影奥斯卡是一定会给他金奖的 说实话我对文艺电影的接受度也很高 现在所有的评奖都变得政治正确 你很难再去说我评一个电影来讲就只关注电影本身 我凭建筑的讲就只关注建筑本身 我本人对政治正确这套东西非常的反感 比如说一部电影只有白人就会有人起哄 为什么没有黑人 你加了黑人我还想为啥没有黄种人呢 比如你修一个公共厕所就会有人起哄 为什么只有男女厕所 我性别是男但是我心里是个女生怎么办 我性别是女但是我心里是个男生怎么办 我就加一个残疾人厕所母婴室这些都是很合理的要求 但是一个公共厕所就扯到了什么 性别政治障碍这种事情上面去了 你自己心里有疾病你去看医生啊 再不行你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换了呗 如果全世界所有的问题都按照政治正确来执行 那这个世界就别运转得了 说谓到普利这个奖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确定 或者说他们自己都把这个政治正确当成公开的秘密的了 就是从易东风雄开始 易东风雄论作品论影响力早就可以拿到普利这个奖了 现在活跃在全球一线的明星建筑师事务所 SANA时尚存也 他们中介平天晃久 这些要么是他的学生 要么就是是他的影响很深 SANA早在2010年就比他们的老师傅易东风雄 更早拿到了普利这个奖 易东风雄之前缺什么呢 就是缺人道主义关怀 他虽然在建筑学上贡献了非常多有创造力的原型 但是那些原型都是为社会的精英阶层提供的 那易东风雄在得普利这个奖之前 他开始在做什么事情呢 他开始研究灾后重建 无法去揣测易东风雄本人他的内心活动 很多人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声望之后 确实会产生一些达折兼济天下的意愿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普利这个奖的评为 立马就给了易东风雄一个大大的肯定 这里面的意味于细品 当然易东风雄本人不去做那些灾后重建 我觉得他也是完全配得上普利这个奖的 那政治正确可能会对学科带来的灾难是什么呢 就是投机取巧 让得奖变成一种捷径 虽然这些年得奖的建筑师 自己本来应该是不知道他们会得奖的 毕竟建筑师需要很多年的从业经验 才能够有作品 但是这种评奖规则一旦被大众所熟知 这套规则就一定会给机会主义者可乘之机 在年轻建筑师里面起到不好的影响 他会给年轻一代的建筑师一种错误的暗示 也就是说我只要有良好的动机 哪怕我在建筑学本体的成就没有那么高 我也是有机会拿到建筑学的这个最高奖项的 政治正确对于学科建设的另外一种破坏 就是破坏标准 人道主义奖项应当与学科本身的奖项区分开 如果要说灾后重建 我觉得像谢英俊这种建筑师 才是真正的脚踏实地的为灾民着想 而很多的明星建筑师所谓的灾后重建 更像是装逼走学做秀给媒体看 灾后重建的建筑需要你们明星建筑师 那么多的歧视料想吗 现在搞的人不人狗不狗的 一个建筑学科的奖项既要考虑人道主义的关怀 又要考虑建筑学本体上不能太烂 就完全都乱套了 他显得既不真诚也不够牛逼 看上去就挺傻逼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我其实就想趁今年普利之歌奖的热度 吐槽一下我心里憋了很久的这个话 今天的普利之歌奖 代位齐普菲尔德还是实至名归的 他在中国也有不少的项目 这期节目就不展开的讨论了 网上相信已经有普天概论的介绍了 大家感兴趣的 自己去学习一下就好了 看到齐普菲尔德获奖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代表了这个奖项 即使回归建筑学本体 还是说这符合我之前说的 隔山差五发一个终身成就奖 总之还得观望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做更多的这种建筑评论 也欢迎点赞投币评论支持一下 如果你想系统学习建筑设计工作流程 也欢迎私信咨询 OK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